沒問題 發電商說裡面有波紋在動 還滿嚴重的 透過儀器一側 床墊底下有騷動 床板一掀開 場面驚悚 木材完全被白蟻侵蝕 上演蟲蟲危機 爬上梯子 拿起電鑽鑽洞 瞄準天花板灌入藥劑 台灣氣候潮濕 不少民眾家中深受遺骸 這時就得靠除蟲師 倒撫處理 遇到蟑螂文蟻 馬蟻跳蟲的話 一般居家的民眾 可以自行處理 那可是遇到白蟻的部分 老實講我們比較不建議 居家辦公除蟲 到社區並沒防止 都是服務範圍 但除蟲師 恐怕不是多數人心中的 夢幻職業 畢竟每次任務 哪怕是搬開插座 掀開衣服堆 又或者是推開天花板 映入眼簾的 恐怕都是驚悚大場面 老鼠有時候 它掛掉的時候 會死在很奇怪的地方 那有時候不能拿夾子 有時候不同的環境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 去徒手把它取出來 是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會考技術人的證照 那是政府合可的 那他會考一些藥劑 安全 或一些蟲害的部分 想當除蟲師 得先花一萬多元上課 考取相關證照 每多拿到一張 渴望加薪三到五千 每次出任務 以二十瓶房屋為例 除白蟻大約收費 一到兩萬 再試木材量 白蟻量增減 菜鳥除蟲師 起薪上看五萬 是戴防毒面具 甚至戴眼罩 而且是在大熱天裡面 做消毒 那是非常 累人的一件事情 資深老鳥拼一點 有機會月入十萬 但畢竟每天雨蟲搏鬥 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 辛苦錢不怕你賺 只怕沒人敢賺 3D新聞 戴維成 陳玉璇 台北報導